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加拿大儿童牛奶经级申请 它的英文名字叫Canada Child Benefit,简称CCB 好,我们到Google当中输入它的简称CCB 点开,第一个就是政府的网站,我们就点进去 好,先点Who can apply,谁能申请 好,你必须要满足所有这下面的条件 第一个,你必须是跟小孩一起居住 小孩是在18岁以下 第二个,你是主要照顾这个小孩的负责人 第三个,你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第四个,您或者是您的配偶必须符合以下的一个条件 就是您的身份证明 你要么就是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 或者是受保护的难民,或者是临时居民 但是在加拿大之前住了18个月 在第19个月同时拥有这个合法的证明 或者是具有合法定义的土著人 好,一般来说 申请这个牛奶经主要是female parent 或者我们就说妈妈 如果是爸爸的话,那么妈妈要提出这个声明 证明爸爸是主要负责照顾这个小孩 妈妈要有一份签字的书 如果这个父母是同性性别的话 那么其中一位申请就可以 这个不需要提供这个证明书 好,第二个apply 申请 一共三种方式 第一种 那这个主要针对于在这儿出生的新生儿 一般来说出生的新生儿的话 注册新生儿申请同时可以申请这个牛奶经 那么这一项申请的话 基本上在八周之内可以收到那个钱 好,第二种是通过CRA 就是税务局上的网站 到那个账号里面去申请 网上申请 那么这种申请的话也是八周能收到 第三种是邮寄的方式 那么通过填写表格RC66 再加上根据自己的情况会要求被提供各种不同的额外材料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邮寄给所在的税务中心 那么这种邮寄的方式一般需要11周的时间收到你的钱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 你能拿到多少钱 好,把这个点开 这边就是大概的计算一下你拿到多少钱 这边点I accept 好,这边选择你的报税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报2020 那就是假设我们先点2019 然后点继续 居住在加拿大的省份 选择假设安省 婚姻状态 假设已婚 继续 有几个小孩 我们假设他有两个小孩 您的出生年月日 假设19801月1号 您的配偶出生年月日 假设也是19801月1号 然后继续 这边的话要求填一下小孩的信息 那么小孩的出生年月 假设是20111月1号 这边都他自动选择 就是正常情况下都是这些 然后再加一个小孩 add this child 因为他是两个小孩 那么假设是20151月1号 好,这些都不用管 然后我们点一下add this child 那这边会出现有两个小孩的信息 然后你点Next 继续 好,你的那个净收入 假设是 一万 两万块钱年收入 你的配偶假设是一万 好,红颜色Required 就是必须填写 其他的可以不用写 好,点继续 好,这些的话呢 就是根据你所在的情况来填写 比如说你的租房费用啊 你的居住的那个买房的那个地税啊 等等这些 当然这些都可以不用填 你大概看一下你的那个 可以拿到多少 那么填完以后 这些他会列出来在这儿 Canada Child Benefits Monthly Amount 就是每个月的话 就by 51.3毛3 Ontario Child Benefit Monthly Amount 192块1毛8 那么这个两个加起来 差不多有1000多块钱 1100多块钱 那就是说明你的两个小 这个是两个小孩的所有的那个钱 就是说你可以拿到这个牛奶精 有这么多 这里面呢 就是牛奶精的话 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联邦的 一部分是安省的 好 这些下面的话 都不是说特别有用的信息 我们就先不管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Payment Date 好 2021年的Payment Dates的话 基本上是每个月的20号左右 好 那么 第一个Payment 就是第一笔钱的话 那么一般来说 在网上申请的话 是在8周 如果是邮寄申请的话 那就是11周 好 往下 第二个Payment Keep getting your payments 就是怎么注意一些 就是说 如果在 收钱的时候 突然你的钱停掉了 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 怎么来保持你是 这个钱不会被停掉 一直能拿 那么 钱被停掉的话 那么有几种情况 首先 比如说 你忘了报税了 那么他的钱就会被停掉 因为他是根据你每年报税的情况 来调整 给你儿童的牛奶精的数目的 还有一些状态的 变化 比如说地址变化了 婚姻状态变化了 或者是直接转账的银行账户信息变化了 或者是你居住的那个身份条件变化了 或者是你个人信息已经没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或者是受益人 比如说申请人 有人去世 这个状态没有被向税务局报告了 那么所有这些条件或者是这些状态的变化 如果都没有及时跟那个税务局联系的话 那么你的牛奶精可能会被停掉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子跟那个监护的状态变化 比如说服养权的 共同服养权的变化了 或者是临时的那个服养权的变化了 或者小孩某一个小孩开始跟你一起住了 或者小孩不在你的照顾之下了 那么关于小孩子或者是服养权方面的这个情况的变化 如果没有及时跟那个税务局联系的话 那么你的牛奶精也会被停掉 好 那么我们来回过头来看一下 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申请牛奶精要提交一个表格 如果是在邮寄申请的话 那么他需要那个提供这个表格 再根据自己的额外信息提交一些辅助材料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表格叫RC66 那么他有PDF版也有PDF可填写版 我们就选择PDF可以填写的那个版本 好下载下来把它点开 好那么我来把这个放放大 好我跟大家很简单的过一下 这张表格这张表格不是很复杂 第一个就是一般来说是妈妈的那个身 就公卡号码 假设是111222333 名字比如说张一 性别是女 出生年月 比如说198011月1号 然后语言的话 我们通常选择英语 然后电话号码选择手机的话 416222333 住址的话 假设是1号 Queen Street 城市 假设Toronto 省份的话 假设是Ontario ZIP Code 有变M1 M2 M2 那么这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从其他的省份 或者是区域搬过来 是在过去的12月 假设没有 如果是有 那么在这里面填一下时间 是从哪边搬过来 好 那个家庭住址 如果跟上面的邮寄地址是一样的话 那就选择这个 一样的 你的婚姻状态 假设是已婚 好 这边是输入你们的那个结婚的时间 那假设是 2010年 1月1号 好 那么如果是已婚的 或者是有同居关系的话 那么这边输入那个你的配偶 或者是同居伴侣的那个公卡 假设是333-222-111 他的名字 假设是 叫李一 是男性 没有 他的出生年月日 假设也是19801月1号 如果他的地址跟你是不一样的话 那么这边输入他现在的住址 如果是一样的话 这边就不用填写 好 接下来是那个身份证明 就是说 在过去的12个月 你是不是已经成为加拿大公民 或者是已经是公民 那不是 如果他还是移民的话 你的配偶同样是这个问题 如果也是移民的话 我们假设都不是 那么这边如果你选了no的话 你要完成一个叫 RC66SCH的那张表格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你有没有成为加拿大的新的移民 或者是从 离开加拿大过后 现在又回来了 就是离开加拿大六五月 现在又回来 那么我们假设是的 他比如说是新移民 他的配偶也是 是的 好 这边填写小孩的信息 假设小孩是叫李三 南海 出生年月日 2011年1月1号 哪个城市出生 假设北京 哪个国家 中国 你是不是 就是说跟小孩一直居住的 是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我们说 Sings birth 就是从他出生的时候就开始 好 这边就是如果有两个小孩 就继续往下填 如果是超过两个小孩 那么就额外再填一份 叫RC66 一华一 这上就是Additional Children 就是额外的一个 儿童的附加表 好 填完以后 这边输入 填表的日子 这边是你的签子 这个下面是配偶的签子 好 填完了以后呢 把它保存下来就行了 那么这个下面呢 会告诉你 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除了填 这张表格以外 你还需要填写其他的表格 那么在这边的话 它会跟你说明了 比如说在哪个问题当中 你选择了No的话 你会选择这个 比如说这个身份 你如果不是 在过去12月 不是公民的话 你要提交这个 你要提交这个RC66 SCH 比如说你是 最近两年的新移民的话 也要填这张表格 比如说这个小孩子的话 你是超过了一岁 或者是在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出生的话 那么要提供小孩子的出生证明 那么如果这个小孩子跟你一起居住 已经超过有11个月的话 那么需要提供这些复印件 比如说要提供所有的这些文件 复印件 比如说小孩子出生证明 你在加拿大居住的证明 然后证明你是他的主要的照库 照看人 然后你们在加拿大的身份的证明 这些东西 好 这张表格呢 就填写到这儿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情况 他需要提供一些额外的材料 好 第一种就是 假设是父亲是主要照顾 这位小孩的那个负责人的话 那么除了这张RC66以外 那么母亲需要声明 这个父亲是主要的照顾小孩的人的 一个签名的信件 或者是说明 当然如果是同性父母的话 就不需要 第二个 小孩子要提供这个出生证明 比如说这个小孩子 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福利 然后呢 他又是 要么就是出生在加拿大以外的国家 要么就是在加拿大出生 但是申请晚了 已经比如说过了一年多才申请 小孩子已经一岁或者一岁以上 那么需要出生证明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除了填表 你要提供这个小孩的出生证明 再邮寄 第三种情况就是 你跟小孩子居住在一起 然后呢 又是超过11个月的话 你需要提供以下这些辅助材料 第一个 证明你在这边的身份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有加拿大护照啊 公民卡啊 出生纸啊 或者是你的枫叶卡啊 或者是移民材料等等 第二个证明你在加拿大居住 至少有三个类别的文件 那么举个例子 比如说租房合同啊 或者是你的房贷 说明 或者是买房的合同啊 然后或者是你的水电器 电视电话账单啦 或者你的架照啊 然后车保险啊 或者是一些行业协会的会员证啊 等等 那么这些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你需要提供三样 第三个需要小孩子的出生的证明 第四个呢 需要是证明你是主要负责照顾这个小孩的 那么假设局中的学校的那个 成绩单啊 上面证明有你的联系方式 比如说你注册学校时候的那个证明 有上面你的联系方式 或者你帮小孩报一些社区活动 上面有你的联系方式 或者是你的小孩就是 有一些就是 就是学校的那个 就是一些还是关于学校 能提供的一些学校证明 在校证证明啦 或者是成绩单啦 或者是注册证明 反正就是有你的联系方式的话 那就可以了 好 再加上这个表格 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这些材料 寄给那个税务中心 最后一种情况就是 你是你跟你的配偶 你或你的配偶是新移民 然后或者是离开加拿大一段时间 现在又回来加拿大的话 你除了就是填写RC66 还得填写RC66SCH这张表格 好 那么今天这个加拿大牛奶精的 基本的信息就讲到这儿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